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 她带来了一件珍贵的礼物 那是400年前 她的先祖英国都多王朝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给中国明朝的万历皇帝朱义军写了一封信 信中请求万历皇帝批准中英两国通商 可惜由于英国船队遭遇海难 万历皇帝没能收到这封信 而这封信的副本也就积压在了英国王室档案馆 直到400年后才由伊丽莎白二世将该信的复印件交给中国 这也是中英外交史上的一件趣闻了 英国历史上 以伊丽莎白为名号的英国女王总共有两位 一位是前不久去世的伊丽莎白二世 另一位则是400年前的伊丽莎白一世 如果说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那么400年前的伊丽莎白一世 则是将英国带入光经时代的一代英主 在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一个英国历史伟人的票选活动中 伊丽莎白一世这位中世纪的英国女王和丘吉尔 莎士比亚 牛顿得票率名列前茅 1533年9月7日 伊丽莎白诞生于伦敦的一座王宫 她的母亲安妮伯林是亨利八世六任妻子中的第二位 因为王后凯瑟琳未能生下男性继承人 亨利八世就找茅修掉了凯瑟琳 娶了王后的侍从女官安妮伯林 此事震惊欧洲 罗马教皇拒不批准 但亨利八世霸王硬上功 不惜与罗马教廷决裂 终于实现了离婚另去的愿望 但是伊丽莎白的诞生 却使得亨利极为失望 她想生一个王子的愿望 还是落空了 即便如此 亨利还是将这个小女婴 立为王位继承人 她不仅将前王后凯瑟琳 所生的长公主玛丽 及以后的女王血腥玛丽 变为私生女 并剥夺了玛丽的继承权 更有甚者 为了惩罚倔强的玛丽 她竟然命令玛丽 去做伊丽莎白的女侯 虽然伊丽莎白还是个婴儿 对父王的这番恶行一无所知 但是已经17岁的玛丽 却由此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宗字 这场变故也给这对同父异母的姐妹 照上了不合的阴影 以至于十多年后 当玛丽登基为王时 伊丽莎白险些人头落地 伊丽莎白的公主梦并没能维持多久 三年之后 她的母亲安妮伯林 被安上通奸罪判处死刑 三岁的伊丽莎白 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 她觉得奇怪 人们不再叫她伊丽莎白公主 而是叫她伊丽莎白都多小姐了 和她的姐姐玛丽一样 她也成了私人女 而比姐姐更糟糕的是 她的母亲安妮伯林 顶着如此不名誉的罪名处死 这几乎成了伊丽莎白一身的耻炉 当伊丽莎白稍稍长大了些 父王亨利又逼着她和玛丽一起 为她的第三任妻子 简王后所生的义母弟弟 爱德华王储做侍女 伊丽莎白的遭遇 既让姐姐玛丽觉得解恨 但又由于命运之边 将这对姐妹打到了一块 同病相恋 她俩的关系有了一些缓解 当伊丽莎白十岁时 父王亨利娶了第六任 也是最后一任妻子 凯瑟琳帕尔 这是一个温柔善良的王后 她凑成了亨利和两个私生女儿的和解 在她的劝说下 玛丽和伊丽莎白被重新纳入了 王位继承序列 排在地底爱德华王储之后 帕尔王后不仅承担了 抚养王储的责任 还将十岁的伊丽莎白接进宫 和自己一起生活 从帕尔王后身上 伊丽莎白感受到了久违的母爱 1547年 亨利八世驾崩 十岁的王储继位 史称爱德华六世 王国大权 掌握在了小国王的两个舅舅手里 大舅爱德华西摩 当上后国公 小舅托马斯西摩 当上海军大臣 小舅舅托马斯 本来和帕尔王后 就是一对恋人 当年由于亨利八世 横插一杠 帕尔只好嫁给了国王 现在亨利八世死了 这对曾经的恋人 旧情赴盟 帕尔放弃了王太后的地位 立刻嫁给了 托马斯西摩 此时的伊丽莎白 已经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女了 帕尔王后改嫁托马斯之后 将伊丽莎白一起带到了新家 托马斯三十九岁 英俊帅气 是个情场老手 他见伊丽莎白青春美貌 又孤若无依 竟然在新婚妻子的眼皮子底下 和伊丽莎白爱慰上来 而伊丽莎白也很喜欢 这位帅气的继父 但是这份不伦之情 引起了帕尔的警觉 不久 他向伊丽莎白发出了诸克令 伊丽莎白回到了 自己名下的汪家庄园 帕尔王后的结局是悲惨的 他因难产而死 帕尔死后 托马斯再度向伊丽莎白 发起了爱情攻势 但是托马斯的这份骚操作 引起了王公大成的警觉 此前他先斩后奏 娶了前王后 已经让人惊异了 现在又追求法定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他想干嘛 他是海军大臣 手握重兵 如果娶了伊丽莎白 岂不是要问鼎英国王位了吗 托马斯的张狂 给自己带来了灭力之灾 他竟然擅自闯弓 并开枪 打死了爱德华国王的一只宠物狗 如此身为护国公的哥哥 也救不了他了 托马斯被送上断头台 受弟弟的牵连 护国公也自身难保 在阵敌诺森伯兰公爵的策划下 护国公爱德华西摩 也被处死了 少年国王爱德华六世 心硬如铁 深深处死了自己的两个舅舅 诺森伯兰公爵 约翰达德利 继任护国公 控制了朝政 但是小国王自幼体弱多病 继位六年之后 他竟然一病不起了 按照父王亨利八世 生前颁布的继承序列 如果爱德华无四 则第一和第二顺位继承人 分别是玛丽和伊丽莎白两位公主 但是诺森伯兰公爵劝阻了国王 理由是英国是新教国家 而玛丽是天主教徒 一旦继位势必翻盘复辟 王国将陷入动荡 可是伊丽莎白是新教徒 跳过玛丽那也应该轮到伊丽莎白啊 诺森伯兰劝道 伊丽莎白本来就被贬为私生女了 一不做而不休 两位公主全都放弃 另起炉灶 选择先王亨利八世妹妹的后裔 剑格雷 剑格雷是诺森伯兰公爵的小儿媳 在诺森伯兰公爵的参抖下 爱德华六世竟然废除了父王 身前排定的继承序列 任命表之女剑格雷为王位继承人 1553年7月 爱德华六世驾崩 年仅16岁 舒秘院宣布剑格雷为英格兰女王 长公主玛丽大怒 她在远离伦敦的领地 怒斥舒秘院的步伐行径 并公开宣称自己的王位继承权 其实早在小国王驾崩前 诺森伯兰公爵就打算以 请玛丽进攻 探望弟弟的病情为由 实施诱补 但历经人生风雨 已经37岁的玛丽 不会上这个当 她拒绝进攻 并立刻离开伦敦 回到自己的封地 当舒秘院宣布 国王驾崩 剑格雷继位时 她立刻宣布 起兵套逆 英国虽然已经是新教国家 但天主教势力依旧强大 何况 玛丽的母亲 前往后凯撒林 所遭遇的不公 深得朝野同情 玛丽阵臂一呼 立刻从者如云 诺森伯兰公爵 匆忙率军 打算以武力消灭玛丽 但是她刚离开伦敦 剑峰使座的舒敏院 立刻宣布拥护玛丽 诺森伯兰 眼见大势一去 只好宣布投降 玛丽率军 进入了伦敦 登基为王 她将诺森伯兰公爵 送上了断头台 而当了九天女王的 表侄女 剑格雷和她的赵子 则被关进了伦敦大 历经三十七年的苦难 玛丽终于登上了王位 看着像自己心里的 异母妹妹伊丽莎白 玛丽心意难品 当年正是她的母亲 安妮伯林 夺走了父王的爱 使得自己和母后凯撒林 颠沛流离 尝尽人间的冷暖心酸 而今自己荣登大宝 该如何处置这个孽种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